联合国安理会在美东时间31号 审议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议题 大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这次率先发言 直接表示先来说一说美国 强调在恶物问题上 不要再甩锅中国挑拨中欧 今天我所幸独动出击 先来说一说美国 在对中国的和平努力进行抹黑 不断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囤绑 挑拨中国与欧洲关系 刻意制造阵营对立的 恰恰还是美国 我们要奉劝美方 贩卖焦虑 制造敌人 挑动对抗 不仅会给世界带来争端与混乱 到头来也会伤害美国自己 大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之所以强行发言 是因为美国代表一直以来 在俄乌战争上指责大陆 他奉劝美国不要贩卖焦虑 制造敌人挑动对立 因为最后美国将反伤自己 在俄乌战争上指责大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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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月外的航空 在俄乌战争上指责大陆 那是不可找吗 之所以在俄乌战争上指责大陆 是应该要是一 contracting 在俄乌战争上指责大陆 在俄乌战争上指责大陆